中国人的称谓 去年到中国上海旅行的时候,我在笔友小明家里住。 一天来了两个客人,小明的妈妈让他叫叔叔和阿姨。 我在中文课上学过叔叔和阿姨,所以也没有多想。 过了几天,我和小明去逛街。 在路上,小明一会儿叫一个男人叔叔。 一会儿又遇见另外一个男人,小明又说, 叔叔好。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,问小明,他们都是你爸爸的哥哥或者弟弟吗? 小明听了,一边笑,一边告诉我说,他们是我爸爸妈妈的同事。 妈妈说,我要懂礼貌,见到他们,要喊叔叔的。 听了小明的话,我有点糊涂了,因为在我们国家,我们都是直接喊名字的。 到了晚上,吃完晚饭以后,我们都坐在客厅里面聊天。 我突然想起早上的事情,就问小明的妈妈。 小明的妈妈告诉我,在中国,称谓是非常复杂的。 英文中,只有uncle和aunt不用管是爸爸的还是妈妈的兄弟姐妹。 在中国,爸爸的哥哥叫伯父,爸爸的弟弟叫叔叔,爸爸的姐姐和妹妹都叫姑姑。 妈妈的兄弟叫舅舅,妈妈的姐妹叫姨妈。 当然,英文中的cousin在中文中也有不同的说法。 比如,爸爸的兄弟的儿子叫堂兄,堂哥,堂弟,女儿叫堂姐,堂妹。 爸爸的姐妹的孩子就得叫表哥表弟,表姐表妹。 我越听越不明白,所以小明的妈妈就给我画了一张家庭树。 我真的希望我能早点搞明白。